你好 欢迎收看9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牧续业发展愿景专案会议10号在县议会召开 专案召集人杨华美邀集了业者、环保团体、部落族人还有县府局势进行双向沟通 希望透过会议召开业者、环保团体和县政府可以充分的沟通 三方面能够把牧续业的资讯公开化 希望兼具环保产业能够并行之下来共创花莲的美好愿景 县议杨华美去年度推动花莲序幕自治条例 希望能够兼具环保产业并行 10号上午在花莲县议会召开花莲县序幕产业发展愿景专案会议 召见了杨华美先演张怀文 张梅惠差一进许子方、郑保修、吴建志、李正文 并且邀请花莲县政府、叶子和环保团体 希望能够做好咨询公开化来共创双赢 我们也拭目以待这个自治条例会怎么样来定 我想我们各位在场的所有的民众 以及包含我们花莲县议会的议员 关心这个议题的议员 也都准备好随时参与花莲县政府 拟定的自治条例的讨论 那今天这个专案会议 要把大家的焦点放在这个花莲虚目产业的发展 这个角度 那所以自治条例不是今天的主角 好 我们要讨论是花莲虚目业的愿景 还花莲虚目业的发展 到底要往哪边走 那用公民的讨论的方式 大家很奇怪 开会很少一桌一桌嘛 对不对 刚刚我们今天在医会用了一桌一桌 那我们想要用公民参与的讨论的方式 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花莲的发展愿景到底是什么 那在这个框架下呢 我们的农业 尤其是虚目业要如何发展 我们符合天机在既有的畜牧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态势下 然后辅导以及积极的推动 永善在地的畜牧产业 那不接轨我们的生态农业 那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期待 就是我想我们在 我们活在这个花莲的土地上 我们都不希望有任何的污染 但是我们也同时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环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 大家的工作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这个土地是 我们想要长居久安的一个好的一个土壤 那大型畜牧业它其实不该被简化成支持或反对 它不应该是成为一种二元对立的一种对地面 它其实应该有更多的讨论 然后我要来想想我们到底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开发的议题 那有关我们的环境产业还有相关的工业观光 还有交通等等的议题 其实都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发展上 那地方政府民意代表还有业者 那民众都需要参与这个讨论 就是花莲一确需要各式的产业发展 然后来创造这种各种的就业机会 随后就进行原作会议 包括业者环保团体 县府官员进行三方面的沟通 希望把数据和公民一起说明 共同来为蓄募资条例来发展未来的愿景 记得喜欢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